今天咱们来回归一场 世锦赛迄今为止最精彩 最经典的半决赛 这是一场世界青春之战 由24岁的丁九回 遇上了22岁的小特 沙马特啊 准确说 哎呀 看看这准度啊 这个时候小特的准度真的无几 出杆很纯粹 没有任何杂念 相当好 库别的红球 应该是要沾上了 这力度 小特这个时候走位就差一些 准度没得说 但是年轻嘛 年轻选手都有短板啊 现在也成长的很全面 肝尾都立起来了 好球啊 很漂亮的扎肝 这一肝有点像吉米怀特的一肝 这一肝本来是想两裤勾阵的 勾阵白红球下来 结果勾到薄边大肉 小特需要清台 没有问题 现在悬念就在上方的咖啡球 咖啡球如果贴裤了 还好一点 半贴还真不好打 这个位置始终磕磕磕磕磕磕的 不过当时咱们已经习惯了 这是当时小特的特点 加杆继续薄击 他白球的位置 有点远 有角度 但是距离很远 看着2.07的低竿 绝对无论这样 这是这场比赛 小特的一个主旋律 一击球很多 这场比赛 可可斑斑 翻队尝不吃不 中带挺难的 这就是中带容易变先 顺利毛效应 这一局真是够狠的 追到现在 真黑球 这一球都往里边薄 真的是进攻狂魔 7比7平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小特白忙活 依旧保持优秀的触感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熊 今天咱们来回顾一场 不可负责的经典 一年的事情是半决赛 22岁的小特对阵 24岁的丁锦辉 这是近十多年来最精彩的四锦赛半决赛 也是两人的巅峰之作 这一届四锦赛 22岁的特朗摩虎 是把自己的这一套变态打法 展现得淋漓尽致 建立在开挂的极限准夺上面 太狠了 这是要K球了 这个年龄段的小特 一有机会 就会把球队K散 年轻球员对准度都要更依赖一些 相对到了三十岁过后 就更多的去 攻陷围球去了 还能打 这个时候的小特 有一句狂言 只要能看到 他都能射击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自信心的展示 这就要带一点幼塞 而且干法不论他高 一裤 再吃一颗超分 虽然这个时候 双方的各自打法 都没有现在成熟 但是当时的单杆得分能力 也是相当强了 一杆自身的局面很多 不知道现在小特看到 那个时候的自己 会不会有点尴尬 会不会有点尴尬 这个造型确实好 夹左手 漂亮 这局长台上手直接拿下 中间有些准度纠错 但是都调整过来了 这就是年轻手的小特 真特努力 别眨眼 名城边要来了 连接近为止 连接近为止 我都无法理解 这一杆他是怎么灌进去 再看一遍 只能两个再来形容 变态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